好 夏威夷的野火死亡的人数 还在增加当中 现在目前已经累积了114 因为我们节目这几天 也都在讨论 其实美国的舆论华然 就是说拜登怎么在这个节骨眼 还可以这样很安心的去度假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批评舆论之下 拜登终于松口了 说接下来下周会跟太太 一起前往勘哉慰问 但问题是 你看现在目前罹难的人数 还在成长 所以他们根据夏威夷的州长预估 大概会增加个两到三倍都有可能 现在看到的所有的遗体 只要看到其实基本上 都已经成为了灰烬 所以我们看看 夏威夷贸易岛的媒体人讲说 这就是美国应对不利 所酿成的火灾 这是一个非常惨的人祸 他说这样的一个火灾的伤亡 损失如此严重 是有它的原因的 简而言之 就是有决定权的官员都不称职 那我们来看看 就有一些民众他们有释放一些画面 说会不会又是这个酿下的灾情 我们直接看看 好 我们看到贸易岛的民众 他们在8月8号大火的前线直播拍下了电线冒火 隐燃附近野草的画面 所以他们就质疑说 是不是这个野火被风吹落的这个电线 导致了火灾的灾情扩大 那我今天其实也有看到一些气象专家在讲说 就是因为他们有一场这个 飓风 大风 就所以使得这一个火 蔓延的速度更加的加速了 所以真的是可能本身有这样的一个起火的状况 再加上后天气候的影响 使得这一场的这个灾情是这么的严重 那另外我们看看 还有一些人是不是活得 就是有一点好像在平行时空 他根本没有在看新闻还是怎么的 还有很多游客跑去夏威夷度假 那你看看那些夏威夷的一些受灾的民众就讲说 拜托这个真的不要再来了 希望观光客不要去 而且这边游客还继续在那边 还持续有人涌入观光 让岛民心寒又愤怒 还有这些名人 就也跑去那边还在度假 那我们看看水行侠他讲说 我们需要静一静 我们的社区需要时间来疗伤 哀悼跟恢复 而不是看到你们那些人 还在海滩边这种晒太阳 也难怪啦 你看到这个拜登 也是在度假会引起那么大的一个愤怒感 那我们看到很多的美国的媒体 我们直接去找他们 今天最新的报道 你看这个NBC有讲到 这个拜登四天没有讨论贸易岛的火灾 共和党讲说 证明他没有解决灾难的问题 没有解决灾难问题的一个能力 那一直以来 拜登好像被讲成说 是一个很伟大的安慰者 发生了现在目前美国史上最致命的野火 他却保持沉默 那甚至还有一些媒体讲说 这拜登现在面对到一些什么重大灾难的时候 他都是这个样子 忽视否认 然后就说其实他已经做的很多了 还有一些贸易岛的民众讲说 不希望拜登来这边 因为不是第一时间你赶快表达关心 然后后来再来 而是让他们先看到了 你在那边悠悠哉哉的度假着 他们看到你现在就有火 这火又烧起来了 所以希望他不要再来这边 所以这把火显然已经烧到了拜登身上 因为2024也是美国总统的大选年 这次的火灾 理所当然的成为民主党对手们 现在猛攻的良机 特别过去夏威夷是民主党的铁票舱 那是不是也会动摇到夏威夷对于民主党的支持 再来我们看一下 拜登也是跟民进党一样 一千零一招抗中牌 面对到这一个被检讨的时候 你怎么可以有疑败论呢 这套用好好用 怎么可以质疑我拜登呢 怎么可以质疑我呢 所以就开始在那边讲说 这个要对于中国大陆要开始制裁 包含了博明等21位国安前高官 现在联名说 拜登赶快这个限制投资令吧 应该要限制他们对华投资 那你看中国大陆也有反击 6月份减持了美债 113亿美元 其实这几个月以来 这个中美关系都十分的紧张 那所以他现在持有的数量 是14年的新低 连续三个月的减持美债 那反倒是日本少买了一些 但是我们看看美国现在不断在释放一个消息 包含我们台湾很多的媒体在最近 也一直在讲说 中国大陆的经济 什么疫后的经济复苏是崩溃的 没有复苏的如预期 可是其实中国大陆就算没有如预期 就说GDP没有到5 那其他国家有的都已经到0 或者是负的了 就是说就算中国大陆没有像原本预期那么高 可是还是比起其他欧洲国家 或是美国来得高很多 但是他们不会跟你讲那么齐 他们就告诉你说 中国大陆经济放缓 一直开始在释放这样的一个消息 那甚至美国还对路投资限制 你现在美气在就很忧虑 就想说你到底是在制裁中国 还是在制裁我们自己 那我们看到这一个巴士德报 我先清理一下班子 巴士德报它讲说 现在东升西降2.5年 看起来中国大陆现在目前面对到物价下降 还有就业房产债务的一些问题 再加上美国加码科技站 的确有一些资金流入中国产生了压力 所以对于中国的经济造成了一些影响 他说不过反过来看你美国也不健康 你现在美国已经出现了一个高血压的状况 所以如果你要讲说东升西降 你不认同的话 你要说是西升的话 西边的升起的话 那就是你升的恐怕是血压 所以是被这样子给反风 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 这次夏威夷的这个火灾 看了很多片子 觉得真的 感觉的就是人间炼狱 就简直是 你也不晓得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 对 这么先进的一个技术的国家 有这么多先进技术国家 这么富裕一个国家 为什么面临这一场野火 感觉是束手无策 而且这个老百姓在那个被 我看到很多景象 基本上是到处逃窜 然后那个车子成堆的 被塞在那个路上面 都塞成这个废铁这样子 而且是一整条街都是 可见在那个发生的时候 人们有多恐慌 这个就是说 好像发生在一个现代的城镇里面 现代化城镇里面 你会觉得不太可思议 因为美国在加州有很多野火 那个都是住在山里面 那个独栋的房子 它这个是一个村庄 这一个村庄会整个被一个火 这个整个吞没 这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现在整个看起来事前的话 就是说不重视任何警讯 有人看到电线周火 有人看到 它已经干燥了很久 很多有零星的火灾 没有得到重视 然后它有警告系统 400个警告系统 全部没有一根 到时候发生警告 所以设备维修 是非常非常怎么样 荒芜的状态 到底有没有人在管这些事情 然后整个政府是非常 主旗逝者非常的怎么样 心态非常的松弛 那就跟这个好贸易岛的媒体人 他讲的说 所有有权的官员都不称职 你如果说有一两个有权的官员 可能还不这么惨 他是所有有权的官员 通通不正直 这有权的官员说穿了 那是要从拜登开始算起 拜登管联邦政府 联邦政府有管辖权 而且他也有资源 请问一下贸易岛 不是是不是美国领土 都没有 对不对 拜登推给州政府 州政府推给别人 对 另外一方面就说 事发的当时 你就看到 那个整个老百姓的无助 那个简直就是说 在人间炼狱 然后是天涯移民 天涯的最黑 这个好地狱 这个发生在别的国家 你还就说 真的很惨 你不幸出生在这个国家 住在这 美国 世界第一强国 天天在全世界说 这个你不对 那个不对 跑到香港说 我来救你 我来你们没有人权 你们要民主 跑到台湾来说 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 增加你的防卫能力 他自己的国家搞成这样 是不是代表美国 现在治国不太行 出一张嘴很行 出一张嘴很行 他的整个方向也不对 事后发生以后 冷漠 推折 然后怎么样 无作为 到今天还是如此 所以这一次的火灾 让我们国内台湾 有一些人觉得 我们都要靠美国 美国爸爸会来救我们 美国会怎么样 你去看看贸易岛的美国人吧 他们是真正的美国人 他那个政府能帮他什么 能替他做什么 零 8月8号的大火到今天 已经等于说过了10天 可是拜登还是要等到下周才会去 等个十几天 火都现在还在陆续 还在有一些剩余的火 都还没有完全的扑灭 可是拜登就是要转移 你其他的注意力 也没有那么大的一个重视度 在这个夏威夷 也难怪让很多人 就会感受到说原来拜登 这才是真的拜登吗 我们来问一下郑元格 这可能跟政治体制 政治文化有关系 你看我们台湾南投 出了灾难的时候 你看新北市消防队 台中市消防队 连基隆都派去了 这是文化 这需要讲吗 再来你看大陆最近的北京水灾 他各省的全部都集中过来 最有名的还有一点说 谁是共产党员 共产党举手先上 这政治文化 土耳其也是一样 土耳其大地震的时候 艾尔端虽然很多人讨厌他 觉得他这个人有点像恶霸一样 可是他还是他马上恶话不说 能调的军队 能调的什么防卫队 调的什么队 通通往灾区冲 有看看像美国总统这样干的吗 我不懂 你今天再动不动就印太战略 动不动就是我的印太军队多强大 我的珍珠港都了不起 美军在珍珠港有六万个军队 我不懂海军是没有水 可以救火是不是 等我报告一下 我不懂 埋伏笔 对 你那个地区 本来国民卫队的人就少 消防队的人就少 然后8月8号的凌晨12点半火开始烧 烧到8月12号三天多快要四天 这大火时间到8月12号才控制住了 请问你这四天的时候 在夏威廉美军是不能动是不是 还是马照跑 舞照跳 总统在度假 然后他说我有开会 我有叫紧急急难署帮忙 是不是这样 各司其职 我失旅游 你失睡觉 他失救火 就这样干了 所以美国这个国家显然在政治文化 跟政治体制有问题 美军是用敏南话 金空的不能救灾是不是 烫金了吗 不能够碰水吗 都是海军 还有海军陆战队 原因很简单 军人要有动作是总统要下令 你们不是有作战部长吗 你们不是有什么国防部长吗 怎么美国会这样子 那你说要军援台湾 刚才讲到民调要军援台湾 算了 这种军援法 夏威夷都等了四天都大火 还控制住的时候 都还看不到人眼 台湾台海如果打个四天战争 还看不到美军的影子 我们被围个七天 天然气都进不来了 所以我都不得不想说 拜登被骂翻也只是恰如其分而已 而且跟各位检串 我们看了一个美国刚发布的资料 拜登当总统以来 三分之一时间在度假 加上法定的假日 他的任期一半通通在休息 不上班不工作 难怪想选连任 这么轻松 你这个接得太精彩了 这样的总统 但是根本美国人不信 好 我们来问问舰长 海军能不能救火 海军当然可以 因为我们海军就是 救火跟堵漏 是我们在船上 人人会救火 人人会堵漏 为什么 因为船上只要失火了 或者是有破洞的话 每个人都要能够处理 但是是不是海军的舰艇 可以这么接近海岸边 然后喷出那个水炮 因为我们的那个水龙袋 是救火用的 不是那种驱离用的 他的不一定能喷那么远 他是不是能救到岸上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海军基地有没有 海军基地他烧的地方是贸易 不是 海军基地的社会 办过去不行吗 那个当然可以 可是基本上就是刚刚 那个蔡委员你讲的 这个需要印太司令下令 那你刚刚讲了 你问说那到时候 台湾有事的时候 那美军会不会来 我立刻摇头 他不是不会来 是来不来得及 这一次这个夏威夷 我们大家都讲夏威夷 可是夏威夷是四个 一个岛组成的 贸易是其中一个岛 我们一般大部分人到夏威夷去 我们多半都是欧湖岛 我有去过贸易岛 因为我特别好奇 所以我特别去了贸易岛 贸易岛就类似 我们台湾的乡下 他其实比较 他不像欧湖岛那么现代化 他到底是怎么样 其实刚刚介大使有讲到 他就是基础建设 我们之前就在这个节目 讨论过美国基础建设的问题 他不但是不足 而且他可能维修也失当 其实这一次在贸易岛出现的这个 其实就是冰山的一角 至于说在火场里面 因为我以前在钟志浩担任过建务长 钟志浩的建务长是要带队救火的 我那时候也进去过火场 绝对比电影演的还可怕 那个火就这样子烧 我们身上还有穿的防火衣 然后我们手上还有拿水龙袋 我不骗各位 那种慌张 还有冒出来的那个浓烟 绝对是你想像不到 大家说还把窗户 在车上把窗户关起来就好了 不一定是这样 因为它会从旁边卷进来 然后而且因为浓烟的关系 你也看不到前面 你看不到前面 然后前面有车子已经故障 就撞上去 这代表什么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应急 就是说我们一般 如果没有受过这种训练 其实应变的能力都不足的 那我们刚刚蔡委員又考我 说如果台湾有事的时候 来得及来不及 还记得吗 我们之前的救难手册 凡事要找谁 凡事要找里长 里长 对 他的那个手册第一版 我要强调第一版 凡事找里长 现在后来当然后面都有修订 但是你怎么会这样想 什么事都推给里长 好 现在有所改变了 但是我想请问你 就是刚刚我上一节讲的 我们是不是有比跟对岸 兵戎相见更好的方法 有 为什么不采取这个方法 要让我们年轻一代的孩子 上战场到沙滩去做绞肉机 为什么要这样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观众就忙回来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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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